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像我们的齐胜念玉平老师 念老师也是挑战了 对 然后之后像长浩老师等等都接连出马 接连出战 那我们先来看一看长浩老师跟master的对局 好的 对 因为确实到最后一天我们的比如说像大家熟悉的柯杰 调停环 然后包括一些世界冠军等等的都已经是轮番上阵了 对 然后现在就是一些相对现在可能没有那么活跃在一线 但是曾经都是引领一个时代的这些前辈们 辉煌人物 辉煌人物我们的表现 对 尤其是聂老师出战的那一瞬间 真的大家都沸腾了 感觉那个瞬间 聂老鼓掌 对 因为确实是一种精神吧 我觉得因为聂老现在的岁数就是他的经济状态可能确实他自己也知道没有可能达到那么高的水准 但我觉得他能够出战去真的跟master试一下 就是勇士要敢于亮剑 对 所以当时确实聂老的出战也是感动了很多人 然后现在我们常老师也来挑战了 对 其实这时候下这就大概也知道 上去基本就是结果都是一样 对 但是我觉得棋手还是愿意面对这样一个强大的存在 并不是去切语跟他对战 而是期待着跟他的对决 而且我看很多下完棋手就是说 我还能继续下吗 就是下几半都可以的那种 对 我知道你是下了一盘 那其实你肯定也应该会期待有更多的机会 其实都是下完还说还能再下吗 但是就说本身名额有限 因为他总共就下这么多盘 对 所以可能只有趁他那个 大家还不知道他庐山针面目的时候 在早期的时候都跟他下 对 也许还能好一点 好 我们来回到棋上 白的这个粘本身定是是比较少见 像都是虎 他说这冲 这就给紧 然后这样眼形什么的都要好一点 形状好一点 但是它是粘的 它是要求粘 然后黑棋间 这也都中文中文句 这盘其实是我们长浩老师的黑棋 白的上面飞压 第一感 白的飞压是方向感觉是不太好 因为上面是黑色的这个角 如果这两个角换一下 上面是白的角的话 飞压是一个很常见的 就是说一拆什么的 但现在感觉白的上面由于成不了大模样 所以飞压感觉上比较损失地 但是它的目的也暂时没有去拆边 它其实就是想让黑的棋形 这两边凝重一点 接下来的这几个招法倒是常见的 就是对于以后压过来的一个变化 对 好像比较像教科书 但黑棋这个时候由于这边子力比较重复 它就没有选择斑的下方 因为连斑本身现在被冲断一下是黑的 黑的倒 这个还算是定式了 对 黑的倒 白的断 黑的粘 然后白脱一下是黑的 不是白的去 然后下方断的时候 黑的发现好像这个棋要完了 那么黑的正常人家只能打个挡死 好像有点被左右欺负 这不是左右欺负 这被一打 这已经不是欺负的事了 这子你尝不尝 你尝这子死了 这子死了现在不行 那么你不尝 这子被提了 那也不用下了 是我太年轻 原来你还有这么深的要求 就不是左右欺负的 问题没有那么简单 所以不是说我想不想搬的问题 是我能不能搬的问题 对 是你不能搬 这个确实是学了一招 这个地方原来有这么严重的问题 就由于下方黑的这个位有个断 所以说黑的现在只能扔上 对 那么白膝先冲一下 然后再断这边 对 去断这边黑的正常肯定也是打 白的力 这是正常的 但是白的反正还要去这边去断你 那么如果你要拐这个它就算了 它就打拖这个是线手 你要反击的话 可能跟刚才是有一点一样的感觉 这边还是这样太多了 由于黑的这个气很紧 所以说形状是有问题的 这地方会被欺负的很惨 如果你还是这么打的 所以说黑的实在是没有 对 打下了 对 白的先断了一下 断完脱掉 对 由于是黑的刚才说气一直很紧 其实是一直不能 只能扔在这边 然后白棋再把这边的借用走掉 然后是先加 黑的冲 好像都很必然 对 好 黑的反正是被灭灵性的 对 那到这儿其实就可以给大家简单分析一下得势 对 现在黑的 这个黑的取得一定是第6 是这个黑的20目7出一点点头 就是20目稍强 然后白的这个是7目7 然后现在是白的有个外势 然后这个地方不知道是算是外势还是有弱点 感觉上黑的目不是很大 至少 因为比如说现在轮摆一下 就算白的加一个 现在咱们这半盘手术是一模一样的 对吧 因为这边因人一个子 对 那么我就算这加一个的话 刚才说20出头可能被这一加也就最多20目了 那么白的这7目 然后这个地方显然加完现在白的实地 这上面的实木是没什么问题的 大概估计 然后白的有个外势 好 应该是 就算简单的白的这加的判断的话 黑的好像都不太好 当然白的现在肯定不会走这个 这个太小 外面广 广阔地方非常多 所以黑鸡问题在哪呢 就 问题是这个问题问的好 问题在哪呢 黑的好像 对我觉得也 你怪我叫我双飞燕你吗 我没有什么问题 双飞燕肯定是 然后你沾我正常肩 就至少我觉得你就算觉得我这些有问题 都是事后的来看了 对 当时我不太可能觉得我这手机有问题 这个肩肯定是 因为如果不肩就体现不出它沾的那个问题了 对不对 你说本来它的定势是虎的 那么它没按照定势下 那我肯定要继续追究它 然后它这个下完可以发现 我是觉得黑的没什么问题 但是一分析的话 发现黑的好像亏了很多 这也是一个比较奇妙的地方 可能要不就是 比如说搬完拖有问题 就说我这个定势的下法没选择对 或者可能这两个的配合不是很理想 对因为是被飞怪的时候之后 每步骑都是必然的 对 对 但这样可能就是像刚刚分析的一样有点重复 对可以看实在后来又下了两步之后 对 加过来之后 尤其黑气好像这两步又有一点点损 对 黑的断掉白的 然后 可以看到白气已经把这边都利用得很干净之后 它虽然这俩 我们一般看都是起筋 但是现在的情况下就是转换白气好像又得分 对 因为黑的提这两个只是吃了一些干木 黑的又长了一二三四五七 不到十木七 就黑的现在这个地方三十木若 嗯 白的这地方十十二十四十六十八 这个地方就有二十多木 然后白的还有一个外式 头还是白的 感觉就是下这时候就 对我们就看Master的招法也很简单 你冲我就都跟着你硬 嗯 那么黑气把这个地方定型的差不多之后 就会去上面拆边对吧 毕竟你这竖的很高 对 然后拆边之后呢 又是Master的经典的 这种我们可能原来都是挂脚的 嗯 然后Master会觉得就是点一点就可以了 我把你脚点了 捞一捞扣 因为现在他觉得谁厚 外面谁厚是没有什么用的 对 我很厚 你很厚 中央你也成不了扣 一会再把这扳斩掉 我这个时空就领先了 对 所以其友们就是看完这六十盘棋会发现 其实他的点脚出现的概率蛮高的 然后他一般两种 就一种就像现在这个局面 他觉得外面价值不大点脚 还有一种就是他甚至觉得 因为他你如果长的话 他爬一下就脱纤的 爬完不扳 他甚至哪一天说你这地方没有眼 你不是后视 对 但是是在没有拆边的情况下 我估计现在这个情况他应该会扳斩 对 但因为现在这个局面就是另外一种选项 他是觉得外面价值不大了 对 所以实战我们长老师还是要木 这个时候确实是木大 但是我们会注意到这个局部定型完之后 到这 然后白切一贴 好像一属木就显然就不够了 对 这木好像感觉应该是差很多了 对 所以确实是 像我觉得长浩老师也是一直大局观都非常好的 起手 对 然后包括之前很多我觉得在大家认知中这种 处于大局掌控型的 在跟Master对决中经常莫名其妙的就吃亏了 对 主要如果是下定式就还好 但是像 比如说双方互挂挂脚 就是选择很多 走法很多的情况下 该到底走哪 走哪最好 我们是都觉得 走哪 看以后定型 然后才能说明哪个好 那其实Master可能知道 这个以后 你如果这么走以后定型已经不好 对 但其实可能也是因为算法 就是我们的思维逻辑不严 比如我们是从这个角度去推 而Master很有可能正是因为他考虑到了以后的一些计算 我们是逆向腿的 对 他会认为这首好 所以确实我们也是从Master的判断上能够学习到很多 然后也希望我们的高手们能够结合这些讯息 然后在我们的基础上会有更好的提升 所以今天就是长浩老师这盘棋就为大家讲解到这 然后感谢谈笑期段的解说 也感谢亲密朋友们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扮 订阅 转发 打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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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打扮 打扮 。